来去做我们的钢线为主要的核心 同时这个钢线也是经过了无污染 无放射性的要求 而可以产生制作弹簧的一个器材 面部上我们是使用全世界最高级的装填布料 就是主在于比利时 那这些布料有它的机能性功能性 对于我们的人体睡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乳胶我们也是选用比利时 Lakesco它是无毒无害无污染 以这种非常高品质的材料 去做我们的内产 全世界的床垫产业很少像我们这样 可以导入溯源的机制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导入SEP的ERP 每张床垫它都会有一个条码ID的身份证 那我们在各个工站都会做这个条码的追踪 工站的生产的时间 由谁生产我们都可以追踪了些 当这个床垫出厂以后有任何问题 我们只要透过这个条码 就可以追踪到它最终的生产时间 以及生产的人员是谁 员工自己在制作的时候 他就这个 这张床我做的 那我要对他负责 他就会去用心地去把这个品质做好 做到最好 我们引进了三合一的测试机器 在滚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经过了一万次的滚压两万次 我们可以换算成人在使用当中 睡了二十年后这个床垫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我们的压力探头测试 测试我们的床每一张它的反应度 为了是不外乎让我们的客户能够使用二十年 一地接单多长可以生产 就是说灰山厂接了单 但是我可以把它泡到我的嘉义厂去生产 然后而且我们可以指定说 它从屏东出货 或是要从哪边出货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是可以做自动泡转的作用 减少很多的沟通成本 因为那些网络的销售 它可能远在花东 远在南台湾 但是我可以快速地从我的最近的厂发货给它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也引进了压缩卷包的技术 同时我们把床垫这么大的体积的产品 把它压缩甚至卷包装入箱子 降低了运送的成本 将这个成本回馈在我们消费者